好 今天是2022年4月25号 刚才一个西班牙有个人发给我 说他的朋友今天拍到的那个上海的那个非电影的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这 我看到天上好像拉了一根绳子 那个漏圈的一个绳子 一个绳子从天上拉过去 好像拉了一个绳子 拉了一个绳子 拉了一个绳子 出绳子 好像拉了一个绳子一样的 拉了一个绳子 拉了一个绳子很做很多的绳子 现在怎么又改天换机了 什么又改天换机的 什么又改天换机的 我们知道要搭那个脚手架 我们要改天换地就是搭那个脚手架 外星人干什么也是这样 也是要搭那个脚手架 这是一个粗绳子 这是一个粗绳子 等于是搭那个脚手架 等于是搭那个脚手架 搭那个脚手架 搭那个脚手架准备要干个大工程 在天上要搞个大工程 想象什么呢? 跟上海上空造成木 整个造个帘子 整个造个帘子 把上海上空把它盖起来 为什么? 他感觉上海上空好像出问题了 外星人感觉上海上空的地方出问题了 他们好多人不住在家里面 跑到外面来 跑到外面来的话 他们说明上海上空出问题了 说明上海上空出问题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天上空像下大椅 下大椅的话 下大椅的话 就是强不认识了 如果给他们搞个工程 帮他们搭一下子 搭一下子 像顶空这样的 那连不到瘾就好了 连不到瘾就好了 而现在想着这样一下 而现在想着这样一下 但是我感觉 他们搭出来的东西 好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好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看着再说 先看看再说 看看再说 有什么信息的话 我们再说 这好像不是背离 这不是背离 是一个绳子 一个粗绳子 这是一个粗绳子 这个绳子 还搅得起来 那么看的话 有桥纹的 它不是背离 那不是背离 知道了 好 我们先看到这里 到后续还有什么提起 再说 首先知道 它是一个粗绳子 另外一个 搞个工程 搞个工程 当然带了点 当然能不能 那实现 我有点怀疑 好 好 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